這台新車 怕加你瘋神啊 這台非常的值得大家期待的一台車啊 開抽 再來 然後換這個 因為這個我記得好像抽到 他說抽到限定車的時候他會再刷新一次 這個折扣比較多的 20 第三 出 怕 怕 欸等一下 怎麼是馬呢 法拉利 ASF90 11抽還沒有 欸有了 欸等一下 我確定抽到了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跳出了折扣的訊息 各位觀眾 怕加你瘋神 絕對抽到 先預告絕對衝 是不是 說來就來 第三次 怕加你瘋神登場 有喔太帥了 獲得優惠10連抽 有沒有6連5折加5 又可以再5次了 有杯 抽一下 有 各位 畢業 補接了 直接抽到 直接抽到 獲得 850抽 結束 換起來 OK 獲得 蛤 所以 你各位 所以以後 有 要先換 樹哥 對不起 我不知道 神馬 然後我們先測試 零階好了 等一下再看一階 我們先測試零階 所以我們這邊改裝 13232 不然如果你改2的話 那個起步會卡在原地 所以我們就改13232 OK 好 沒想到 那個 輔助線我忘了關 這台車凹紅飄蠻快的 重點我覺得這台車跑起來就是一種穩定的感覺你知道嗎 就是車頭過的時候他屁股也沒有到那麼滑 蠻穩的你看這邊的平轉 超穩 Loss 完全沒什麼掉速 超猛 他的平轉超猛的 看一下生意階的話 他是加24分喔 馬力加7.8 極速加1.9 0到100 0.1 100到200-0.1 生意階 超猛的 超猛的 欸 快問一下 現在ayc可以不用按了嗎 還要再切嗎 還是不用切了 我聽他們上次說有改是不是 但我按好像還是有改 這台車真的超穩的 這台車說實話有點長車的那種感覺 就是點長車的最大的優勢就是不鎖牌 車子比較少鎖牌 這台車好像現在沒有鎖牌過 所以感覺目前有這個一半的點長車的感覺 你看凹凹這麼久的紅飄也沒有很掉速 他的彎道感覺蠻強的 升二斜的話瑪麗是7.8 急速1.9 升下去 三斜的話又回到-0.1-0.1 直接升一整好了 四斜呢我看一下 我發現四斜好像比較好 因為四斜的話瑪麗7.9 急速1.9 然後0-100也有-0.1 而且100-200-0.2 我感覺四斜升四斜加的比較多 第五斜反而還好 有沒有就都沒了 升一升啊 那總共五階滿了之後瑪麗是954 極速254 0-100 2.4 100-200 3.7 總重量1230公斤 好 完全體的帕加尼峰值是961 我測一下他的這個五階的最大速到多少 沒拉好 沒拉好 330多耶剛剛那個車速賽事 來看看這台車的極速 13232的極速到哪了來看一下 前面918跑得好爽喔 跑太爽了吧 918的起步跟他的這個 中間體速是蠻高的 我來看一下這一段 這一段是很快就拉近了 3 100 3 3 3 看看這個平轉 好像快捏 300多的平轉 300多的平轉 你敢信 0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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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挖挖 喔呦 怎麼這麼急彎啊這張 這把塞到好多急彎喔 太內了 好多急彎喔 那個不知道走這裡面會不會掉樹欸 好像應該是不會的 下來勒 直走 看他地圖是用又S彎的樣子 啊 归了 好 換左彎 還有彎 喔 這彎真的蠻擠的 隨便推了一下 看這裡 喔 這個彎這麼大啊 還是感覺要稍微釘一下 最後一個大U彎 然後就衝到終點了是不是 OK 無接的 哇 這車速 有壞到 OK 拉進來 OK 拉進來 非常穩啊 這台車 哇 這彎過來這麼輕鬆喔 你看他基本上可以平轉到那個彎在甩 沒拿陣 超壞的欸 五階的水準 可以喔 這個彎我感覺都可以直接平轉了吧 對啊 那個彎可以直接平轉了 不用甩的感覺 哇 小盪 謝謝 真的是穩啊 這台 我們走率超快 OK 他們過來 走 外籤捏 這個可以...喔喔!他凹的速度蠻快的喔 欸唷! 剛剛竟然有點小鎖他欸!哇! 我第一次看到風神鎖他欸 下雨打滑了嗎? 啊! 哇塞! 嚕到! 印嚕了上來! 算了! 前面這裡有點炮 欸!他可以...他可以這麼貼喔! 哇靠! 他可以超貼欸 哇!他差一點! 感覺稍微凹一下就可以過了 哇!大概慢了兩秒左右吧! 兩秒到三秒 因為剛剛撞了一下有點痛 整體下來就是一個字...穩! 超級穩!這個抓地力超強 完全這個...不太鎖 然後再來是他的急速真的高啦 但他缺點就是...起步稍微...被盾一下 然後再來是他的凹紅飄沒什麼問題 他凹紅飄超快 紅轉綠的部分也OK 所以這台車可以盡量凹紅飄沒問題 然後...他在於常賽道的直向的話 也比較能發揮出這台車的價值啊 好那...整體的改裝的話也是推薦13232 起步的話也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就給大家參考啦